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我的频道 我是明儿Hell 然后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即将完工的这栋房子 这套房子有6个房间 6个微浴 总面积将近400平米 好 这边的前院它种的草 种了草 因为刚种下去 等再过一段时间就会绿油油的草坪 好 那边是车库 这边是建筑的主体 感觉这种的入户门还是非常的气派 我看这个入户门很大 对啊 入户门很大 而且它高很高 你看 高的话森林高也蛮舒服的 对 心房暖和 然后很多 我们看天然光蛮好的 对 而且有浑身的 很大 是的 哦 这个推拉门是什么的 可以拉开的 是吧 对 都是可以拉开的 这个是推拉门 然后那个是窗户 然后那个是大推拉门 哦 这地方它怎么要建设呢 我们现在拉开了 哦 建设大袋 袋是吧 对 也是我们建的 但是现在还没建 哦 还没有开始是吧 对 还没有开始 阳光蛮好的 阳光蛮好的 对 阳光非常棒 然后这儿有个大电视 哦 这儿有空调 对 空调 哦 现在厨房都是新两个厨房 一个西式厨房 一个中式厨房 两个厨房 对啊 外面一个大的 西式厨房 西式厨房 里面一个中式厨房 中式的 中式的还可以隔离用烟是吧 对 老板的 嗯 蛮不错的 这大厅看厂房是吧 嗯 哎 我觉得这还挺好 它就不然挡了一下这个地方 它从入户门出来 这边是大厅 然后那边是客厅 大厅和客厅 那应该是两个客厅吧 嗯 然后这边就是地毯区 是客厅 哦 这是个回廊走的一个阶梯 是要挡了一下 对 这是楼梯 这是缺二楼的楼梯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厅 嗯 然后进来之后 这个是个胃浴 哦 这是个小胃浴是吧 对 哇 它有两个热水桶 这个是地热的 啊 地热 这个是地热的 哦 它有地暖是吗 对 它们现在有地暖 哇 那会很舒服冬天啊 对 这下面 你看脚底下都有地暖 哇 那会很舒服 哎 好宅嘛 进来之后 哟 这是双侧库 这是戴奥Suite 在这边一个楼 对 一个 还挺挺棒的 嗯 有落地窗 落地推拉门 有那个衣帽间和卫浴 嗯 然后这还有我们还在一楼 这里已经逛了几个房间了 一个房间 哦 这是洗衣房 这是洗衣房 挺好的 直接可以通后院 然后这另外一个房间 这又是一个戴奥Suite的房间呀 对 都是戴独立卫浴的 独立的卫浴 独立的卫浴 独立的衣帽间 哇 帽间 你可以了 不小了 走 二楼 来 来 上二楼吧 来 洗衣房 等等 二楼 二楼在哪 完了 已经开始迷路了 因为我之前我一直就是 之前就是直接这种事 直接上去 这边不会有一个大楼 对 这有一个叫 这叫什么来着 玄关 哦 我真的这大厅说话有灰烟 这楼梯也是我们建的 LT窗 这个很爽是吧 我不是不要想LT窗是这种 对 很大 然后到二楼 也是一个很大的窗 我现在都不知道从哪边走了 现在从手边 吊灯 可以啊 左边你先走吧 左边走呗 这是个小厅 对 上二楼的一个小厅 好 这应该是一个 房间 房间 这个房间没有带 安斯维特 对 这个 哎呦 这只有一个 那个 衣橱 嗯 这个是衣橱 嗯 说实话 这个衣橱也挺大的 给大家看一眼 这么大 一面墙都是 我天 这个地方 它竟然在拐角处 做了一个 储藏室 储藏室吗 对 储藏室 有门吗 有门 但是你这不就是门吗 当然有门 我看错了 怎么可能没有门 这门锁还是我们安的呢 这是第几个了 忘了第几个房间了 我忘了 这个是带独立的卫浴 那这边像主卧 不是主卧 主卧比夸张多了 是吧 这还不是主卧 这还不是主卧 第三个带那个 就是独立卫浴的 对 这是上面的一个卫浴 对 这是公共的卫浴 这个公共的卫浴 这个卫浴蛮大的 四个 这个应该是主卧了吧 对 这是主卧 你已经进入了主卧的门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衣帽间 对 这是一个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是一间小房子 其实 小房间是吧 这是衣帽间 一整个衣帽间 主卧的 主卧的卫浴 卫浴 对 然后这还有一个浴缸 啊 这还有浴缸 我还没看见 堵着呢 其实这还有浴缸 对 很大 非常大 这个 嗯 那你看看 主卧 这是主卧的 嗯 这阳光非常棒 嗯 一天从早 到中午 到晚上 哇 这个风景 景色不错 真的挺大的 感觉怎么样 非常大 而且很暖和 就是新王会暖和很多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工程队历时 将近一年时间搞定了一栋 大房子 真的 好长的走廊 好大 为了大家能够更清楚的了解 这栋房子的建造过程 视频的最后呢 我把它从地基 然后到王宫的整个视频 奉送给大家 然后也祝大家早日能够住上自己心仪的房子 以上 大宝泽 大宝泽 加快 凌 Ко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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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